你好 欢迎收看2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花莲县长徐正伟2号上午与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 国立东华大学学研团队进行防灾经验交流分享 议题聚焦在花莲灾害风险减轻和气候变迁调试精进作为 一逐步提升极端灾害下的整体防灾能量 县长徐正伟表示 花莲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地带 复合式的灾难发生几率相当高 110年的原规台风致灾害性的降雨侵袭 111年0918大地震重创花莲南区 花莲南北辖长 善用花莲城市虚拟身份落实智慧治理 防救灾监控情知整合 是县府持续努力的方向 让像去年的原规台风虽然没有进到花莲 但是它的外围却带来了1000多公里 的雨量 这已经是花莲县的一年的年雨量的一半 所以造成我们的损失非常非常的严重 灾情也很严重 那去年的0918池上的大地震 608级的大地震 更造成了玉里复里卓西三个乡镇 其实整个这个在我们地震带上面的土地的容器交错 其实无论是房屋倒塌或者是桥毁入列 在花莲县这个南北辖才175公里 我们如何去判断如何究竟赶快 金石抢灾救灾 我想这个地方就很严重 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陈鸿宇 透过简报服以实际的操作方式 说明极端灾害下的3D情资网 任性防灾调试策略平台 灾害情资共享地图等灾害科技的运用 可以介意满足防灾单位 以及民众在防灾资讯正确以及及时性的需求 四年前来到这个地方跟现场报告的 中央跟地方的情资整合计划 现在国家会更把这个计划 把它扩大变成更新的调试的计划 包括气候变迁 其中有其他的计划分享 包括一些地球科学的变化 气候变迁的变化 Open Data很重要 开放数据 然后我们建立了大数据 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 变成一个大数据平台 等一下我来跟各位分享 县长徐正伟也感谢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 让县福团队能够借由此次的交流 将需求提出 将城市的灾防整合起来 并建立标准的流程 记者林杰 华联市采访报道 超级 超级 超级